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此决定赌一把 把钱藏在隐蔽的地方 结果没想到 这些劫匪搜查的十分仔细 普通的藏钱方法根本瞒不过他们 丈夫想利用受伤之便藏起现金 结果最后还是被劫匪发现 劫匪们为了泄愤 竟然当场要了丈夫的命 武奇无力对抗劫匪 所以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丈夫被杀 丈夫死后 武奇大受打击 幸好丈夫的老板人不错 理解武奇的处境 因此补偿了大笔抚恤金 再加上周围邻居的帮助 武奇最后还是挺了过来 然而没想到 武奇领抚恤金的消息上了新闻 骗子老德刚好看到这则新闻 为了骗走武奇的钱 老德主动放弃 以送抚恤金的名义拜访武奇 还对武奇各种关心和帮助 因此博得了武奇的信任 临走前他又提醒武奇 一定要将钱存进银行 以免被不怀好意的人盯上 武奇对老德没有防备 因此处理完事情后 第一时间就赶往了银行 此时老德装作偶遇的样子 再次与武奇搭话 闲聊过程中 老德找到机会 将武奇的积蓄掉包 等武奇赶到银行时才发现 现金变成了白纸 而老德早已走远 被骗后的武奇万念俱灰 不过生活还是得过下去 然而灾难还远远没有结束 某天武奇领完滴宝后意外发现 自己被不明人士跟踪 尽管武奇拼命逃跑 可他的体力始终有限 最终滴宝也被人抢走 就在武奇绝望之际 好心人小红突然从天而降 起方安慰后 小红将武奇请到了家中 还拿出了珍藏的好酒给武奇押精 武奇的脑子一团乱 因此忘记防备 直接将酒喝进肚中 很快武奇就感觉昏昏欲睡 此时小红突然叫来了自己的拼头黑心 趁武奇昏迷失去意识时 黑心将他玷污 然而事后小红竟还不罢手 甚至倒打一耙 说武奇勾引黑心 如果小红现在去报警的话 武奇铁定要背上臭名 甚至有可能坐牢 为了让小红消气 武奇只能认他鱼肉 但武奇万万没想到 小红并不只是单纯的找事 他的最终目的是逼良为娼 强迫武奇出卖肉体帮他们赚钱 武奇知道后宁死不从 并表示要离开这里 结果遭到毒打 为了防止武奇逃走 黑心竟然狠下心来 扎伤了武奇的其中一条腿 至此武奇陷入绝境 一次偶然的机会 武奇意外发现了自己的包 原来之前抢劫他的人就是黑心 这一切都是两人设下的连环局 为的就是榨干武奇的每一滴价值 为了逃出贼窝摆脱控制 武奇只能选择以命相搏 跳窗逃生 最终武奇成功逃离魔窟 此刻的武奇心如死灰 他来到兽衣店 为自己挑选了一套红色兽衣 接着他又来到丈夫坟前 发誓死后要变成厉鬼 报复所有的恶人 说罢武奇纵身从悬崖跳下 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四日五时 武奇的尸体终于被人发现 因为跳崖的缘故 武奇已经粉身碎骨 可奇怪的是 他身上的那件兽衣 竟然完好无损 某位工人打算将武奇的衣服带走 结果遭到了工友的制止 诸如你都敢拿 穿上红衣服自杀 是会变成厉鬼的 你这么干是不想活了 工人听到这话只好作罢 可谁知 寺庙里的尼姑 竟然不管不顾 硬是将兽衣拿走 原来尼姑是想感化武奇 使他放下仇恨 免得无法顺利投胎 然而带着极度绝望和愤怒的心情 自杀的武奇 是绝不可能被他感化的 一段时间后 武奇如愿变成了厉鬼 他的第一个目标 就是骗走他全部积蓄的老德 老德和之前一样 依然在四处行骗 因为穿着体面的缘故 普通人很难将他与骗子联系在一起 因此老德在行骗的道路上 顺风顺水 毫无压力 正当老德得意之际 武奇却突然凭空出现在他眼前 老德误以为自己看花了眼 因此不断的安慰自己 结果没想到 眼前的所有物体 都在一瞬间变成了眼珠 场面十分害人 老德猜到这是武奇的报复 因此扔掉了自己骗来的所有脏物 可幻觉却依然没有消散 最终老德只好将自己的眼珠挖下 这才摆脱幻觉的折磨 教训完老德后 武奇又找上了黑心与小红 此时小红已经怀孕 并且即将临盆 黑心知道孩子就要出事 所以叫来了医生 医生仔细检查了小红腹中的胎儿后 却震惊地发现 这是个鬼胎 为了不惹上麻烦 医生随便编了个借口 就逃离了这里 随后武奇主动上了小红的身 打算利用小红的身体干掉黑心 但可惜黑心毕竟是男人 在力量方面有优势 所以逃过一劫 并且他后来还找到机会将小红反杀 杀完人后 黑心没有任何害怕 反而还跑到了一种会里寻开心 结果没想到武奇趁机上了舞女的身 利用舞女的身体 武奇成功将药下到了黑心的酒里 黑心没有防备 一口将酒喝下 每过多久 黑心就感觉腹痛难当 并且越来越严重 完全超出了他的忍耐极限 为了寻求解脱 黑心一把拿起锥子 猛扎自己的腹部树下 结束了自己罪恶的一生 解决黑心后 武奇又开始研究 如何报复杀害丈夫的劫匪 劫匪们和支线一样 依然在不断地越过法律红线 募集到大量赃款后 首领竟然打算用这些赃款去买军火 然后再干一票更大的 老二表示支持 可老三却觉得求财就行 没必要杀人 一段时间后 首领突然发现 自己的脖子上长了一个窗 医生一眼就看出这是鬼面窗 这种窗无药可治 得此窗者绝对会死 医生不敢说出实情 怕惹得首领不高兴 所以只能随便编个理由 将首领打发走 后来首领的鬼面窗越长越大 甚至逐渐长成人形 十分恶心和恐怖 最后鬼面窗变成怪物 将首领活活咬死 老三得知此事后惊慌不已 报应果然来了 最近这段时间 老三经常会看到 二三四这个数字 而他所分到的赃款 则刚好对应这个数字 万般无奈之下 老三只好找老二商讨对策 老二听后却不以为然 认为老三想太多 哪怕两人此时刚好路过丈夫的坟墓 他也依然不肯相信这些 没过多久 老二就不受控制地产生了幻觉 看到了大量的信息 受到幻觉影响 老二在震惊中将车开到了 某片荒阳之地的尼姑庵前 此时车子突然熄火 两人无奈 只好进入尼姑庵里寻求帮助 出乎两人的意料 这里的尼姑竟然知道 这整件事的经过 原来这个尼姑就是之前 尝试赶化武奇的尼姑 老三为了保命 当即向尼姑讨教挤救之法 尼姑告诉二人 如果二人去自首 或许还有一线生机 然而老二却觉得尼姑的话不可信 而且尼姑既然知道了二人的秘密 那他绝对不能再活在这个世上 想到这里 老二立刻对尼姑下起了手 若不是老三执意阻拦 尼姑很可能会丢掉性命 正在僵持之际 尼姑庵内突然传出了沐鱼声 老二寻声找去 结果发现敲目鱼的竟是变成厉鬼的武奇 这下老二不信也不行了 不过由于多年干坏事所养成的习惯 老二竟然产生了反杀厉鬼的想法 不过普通的物理攻击 对鬼魂是起不到效果的 并且所有的伤害都会尽数反弹回去 最终老二因为反弹所带来的影响 导致尸首分离 魂归西天 老三见此 利克用最快的速度逃到了警局自首 由此可见 武奇是有意留他一命 而盘问老三的警察 编号正是234 做完这一切后 武奇终于心满意足的离去 以防害到无辜的人 本片中穿红衣自杀会变成厉鬼的设定 和遇见僵尸要停止呼吸一样 被往后的鬼片多次借鉴和利用 属于开创的某种设定 今天的电影就到这里 我是奥雷 咱们下次见